字幕提供了李宗盛 字幕提供了李宗盛 話說 某星期之前 兩個星期之前 是不是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KZ博士節目就拿了一瓶酒來喝 然後就說,喂!阿芬的酒真的可以 其實他之前就喝過兩次 一瓶酒是Saparafi 一瓶酒是Saparafi 然後呢 又剛好 我又 多了得力助手之後 現在又再 多了幾個得力助手之後 現在我們加勒吉亞葡萄酒的業務 就開始重啟 很受到你們的歡迎 真是厲害 真是被KZ博士講眾 所以 又剛好 我的新產品 終於 會下個星期底 這個真是 籌備多年了 有這麼多網友買 當然我是很開心 喜歡不喜歡的 是很主觀的 沒什麼所謂的 你可能覺得 喜歡不喜歡 沒有問題的 酒從來都是主觀的 你問我 法國酒一千幾百元買回來 我真的不喜歡 是吧 香檳五六百元買回來 我覺得不值 但不要緊的 有人覺得 加勒吉亞酒 買回來 很不值 但這個故事 是很客觀的 我希望你們能夠 第一 學酒的開心之處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酒呢 就是 提高你的享受 你不是只喝酒 你是喜歡裡面的故事 第二 就是令到你如何欣賞 更加可以喝得開心一點 所以 今天 我就想和大家做一個導賞 大家有很多網友買了酒 我想對上 不是很炎耀 很多網友都支持了 我都希望你們看這個節目 可以喝酒的時候 了解到那瓶酒是什麼 因為喝完就沒有了 喝酒穿長過 那中間有什麼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說 先說重點 我待會慢慢介紹 我今晚的節目的尾聲 我會嘗試找25個 我只是猜的 和我一起試一個新酒 我講過了 我接下來的新酒 我會下個禮拜抵港 我都沒有試的 我的做法 我一定是試完才能定價 縱然我是很有信心 這間莊很出名 水樽很好 拿了獎 但是 你回香港 你不知道什麼狀態 這就是做酒的風險 整批酒不行 不行就不行 你硬吃 這樣就倒閉了 所以我要試 那我就想問有沒有網友 願意一起試 去到最後 超好喝的 我又不會定價 定一千塊 我現在走的 上限 你看到我都定六百塊 Live 我暫時應該都不會加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香港一個 fine wine 的 入門的價錢 和一個入門的價錢 我覺得這個價錢很值 這是相對於其他法國意大利酒的情況 我個人而已 另外 有間莊 從來都沒有第一次來過 我說過 但終於被我找到 找隔老家人才能買回來 這兩款酒 除了相片 或者酒展 你沒有可能在香港買到 是沒有可能的 一隻就是Live Live大家都知道 Live大家記不記得我第一個年份 看看搶答題 看看大家的Live第一個年份是買什麼 這個就是新的年份 就是19年 19年 和這間叫Papari的裝 我的估計 估計應該是四至六百塊左右 我的定價應該都是 但是 我未知 所以你可能買回來的狀態是未得未好 看看有沒有網友和我一起試 我就約定大家 我就會在一個月左右 或者三個禮拜至一個月 我就會開始Live 我就試完這四個酒 然後我就會先正式發售 所以現在 就好像看電影一樣 看電影就是 有些叫什麼 還未正式公映 之前那個叫做試影會 我只是收回 這些全部都是空運底說的 因為我做不到 因為隔老家酒的問題 你很難做到的量 你要一季回來 就很糟糕 一季座底都八百支一千支 那怎麼賣呢 這個也是在香港 所以為何 Cavin好些酒 可以買這麼久都未買完 因為他一來來一季 然後呢 就是這樣買 買都未買完 其實他不買 因為他太有型 這瓶我不喝 這瓶我不買 這瓶我不買 這瓶好東西拿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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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到一八年 我剛剛買的年份 四十箱左右 那我全部都買了 現在斷了 剩下一些珍蟲 那當然 你跟我說 你會說 我很想要 很想喝 你讓我 我會讓你 OK 那接下來就是 2019年 2019年的年份 我只會買了十箱 為何這麼少呢 我一八年都買了四十箱 為何我買了十箱 因為我連了這個 因為我入了這間瓶 沒辦法 人少少 量就做不大 我寧願介紹一些其他產品給大家試 因為這間瓶也是 隔路隔路 最特別的一間裝置 隔路隔路已經很特別了 它是特別中的特別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狀態 所以現在我只收回 飛機空運費用 運輸費用 全倉費用 說過了 我如無意外 應該四百八至六百元 我的零售 即是出最後的價格 現在一款 試飲 大太陽運挑戰 就是二百五十元 兩款五百 三款六百五十元 四款八百 不是賣給你 你要和我一起試 然後你又不會告訴我 你的看法 你要回答我一些問題 究竟不是很深的 不是一些專業問題 我想知道就是 你覺得像你平時 有沒有喝過的什麼酒 或者是你 合不合你的口味 你可以不說 你可以不合的 合不合不合 我想知道市場反應 我將這個反應 我就會和隔路加勒的莊主說 對於隔路加勒的 會有很大的幫助 平時搞市場會 都是十至十二人 等於我搞了兩場市場會 我就可以和隔路加勒的莊主說 對於隔路加勒的莊主說 我就收回這個價格 25位今天 如果全部都這樣收 我就不用做生意了 OK 所以現在正式開始 招募 WhatsApp OK 這個QR Code 送貨費我都包了 你都包了送貨費 現在開始 你用旁邊的QR Code 那份產品 你就說 如果你是之前沒有跟我訊息過 你就說你怎樣稱呼你的名字 然後你想試哪一款 你先說幾款 然後我就標示下 我會找我的助手 去標示下 究竟有幾個 去到25位我就知道 OK 看看我們能否找到25個試走的朋友 OK 我交給我的助手 這QR Code 那你說不用這麼急 不用這麼急 待會先聽完都可以 OK 好了 那我們說一下教家就走了 很多問題 蛤?很多問題? 不是吧 先看看 先喝水 哎呀 有兩支Live 有兩支Live未開 從香港到加拿大 哇 又不是放了酒櫃 是 放了酒櫃 放了酒櫃 新酒和380 又知道是甚麼口感 好問題 OK 先說回我舊有的款式 先說回我舊有款式 逐之來 先遊帝入門 大家要想上課 學兩個字而已 各位朋友 你要有得著的一件事 你要有付出的 是吧 兩件事 其實你是不是覺得很划算 你又可以學一下東西 又可以喝酒 是不是很開心 做人哪會這麼開心 兩個字 各位朋友 今天要學兩個字 第一個字 就叫Sapparafi Sappar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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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格魯吉亞最重要的題字 OK 第一 其實我都覺得很容易記 你不覺得難記的名字 就更加容易記 而且你覺得很順口 Sapparafi Sapparafi 挺有型 很容易記 又容易上口 你比法國那些 Gabernizovion Pinot Noir 那些 Merlot Sapparafi 是否有性格 這些是他們傳統的題字 所以到處都不是很多件 大家都很少喝 Gabernizovion 以外很少喝 有沒有朋友在世界其他地方 喝過Sapparafi 我知道 哪個國家喝 有的 但看看你有沒有喝過 他是最喜歡用這個題字 所以 Gabernizovion 本身有五百多種原生葡萄 原生葡萄 即是當地特有葡萄 其實意大利也是 所以為何意大利的題字 這麼難記 因為意大利不同酒區 都是有他自己喜歡用的葡萄 為何題字都是四個字 Sapparafi 是Sapparafi 意大利酒 還有什麼題字 Barbarauro 用的什麼 Nebbiolo 所以意大利酒這麼難記 就是因為他 各種不同的題字 但教加酒方便 一種紅酒就天涯 所以有人問你 你喝過教加酒 Sapparafi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 他寫著Sapparafi 基本上任何紅酒都會寫Sapparafi 而他什麼都沒有寫 你看到這些教加文 就不要理他了 雖然我在學 Sapparafi 通常都是入門的 入門的 你說他最好的那些都會寫Sapparafi 所以你是很難分的 你是不會分的 但這隻是入門的 Sapparafi 這隻是108元 這隻是KC博士第一次喝教加酒 不是第二次喝 是利賓納 對於酒莊來說 其實他不是太喜歡利賓納 這個形容詞 但我覺得挺好形容的 因為代表什麼 果味豐富 二入口 一支House wine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果味豐富 二入口 男女老少都可以喝 搭飲食也可以 就行了 他沒有金木桶 果味很充足 這隻sapparafi 他有點像Captain Sofie 酸度夠 丹寧重 果味浪 什麼都重 重重重重重重 顏色可以好深 為什麼顏色那麼深 待會說papari 就告訴你 第一個字 sapparafi 第二個字 就是mukuzani 先說一下這間莊 這間莊 就是其中Captain Ho 一間很老友的莊 Shootman 是德文字 德國莊 所以在外資的情況下 他的水準就穩定很多 所以為何 Captain Ho 就願意大手入貨 當然有原因 Captain Ho 是專家中的專家 好 接著就 第二個字 看見到 mukuzani 教育家的文字很有趣 教育家的文字很有趣 每一個字母 就跟一個陰陰的 所以為什麼他的字 除了R字 比較難發音 其他字 都是和英文照平的 Mukuzani 第二個字 大家記住 Mukuzani 是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Style 的酒 是會落一些木桶 那他用什麼題字 都為sapparafi 他就給一般sapparafi 高半檔 高半檔 你可以當他一個 入門的 Advanced D的入門酒 他就賣一二百元 但這瓶都賣了 這瓶都賣了 這瓶都賣了 他的特別之處 就是 他的價位 其實是可以 House wine Party wine 百多元 但為什麼這瓶可以賣到 380元呢 就是因為sapparafi 有很多人喜歡問這個問題 究竟是否什麼酒 都可以陳年 No 酒的得意之處 酒和運動員一樣 有些運動員 25歲 殘弱 因為他18歲出來踢球 有些運動員 伊巴謙木 就是這樣 39歲 好看提子的特性 和酒莊怎樣做 如果他有些酒 是讓到 那瓶是Fresh喝的 House wine Party wine 你放五六年就下班 過了一個peak 用球員比較是最好的 但有些酒 他可以放很長的 或者他踢的位置不同 放很長的 Mukuzani Sapparafi 就是這麼有趣的提子 他可以做到很容易入口 做到 Party wine House wine 但因為這隻提子的特性 他只要在好的釀酒師和好的陳年之下 他可以長久了 然後還有驚喜給你 Mukuzani 就是這樣 這間酒莊 這間酒莊是意大利的釀酒師的酒莊 根據我們 我18年去教加拿 Cavin Ho和我都認為 他好像以前的酒是更加好 現在都OK 更加好 所以這瓶巴德幹尼的Mukuzani 在他面世的時候 2070化的時候 他是一支Find wine 但經過14年的陳年之後 他變了一支 不算是Find wine 但變了一支很舒服的靈酒 用這個價錢買了這個酒 突然間 為何可以升上300多元的稅 就是 他是經過陳年 而他是可以陳年 不是所有sup profit都可以陳年 記住各位網友 這間廠就可以了 這是第二支買的酒 就是這間 巴德幹尼酒莊 Mukuzani 380元 好 再更加更加的 就是我最喜歡的 我先給大家介紹一個標籤 第一 2009年份 有年份的格魯加勒葡萄酒 你連格魯吉亞人都沒有喝 很多都 因為他們不吵酒 他們全部都賣掉 好 上面這個 就是Saparavi 他用一支提示 所以說你會發現 這支當然是Premium的酒 但你也不知道 上面這個就是格魯吉亞文 我正在學習 很容易看 好 下面看到unfiltered 這個字 還有 右邊這個重要 看到嗎 Fermentate in Cravy 學多個字 QVEV 這個就是格魯吉亞的精髓 第三 今天要學三個字 何謂cravy 因為格魯吉亞酒 為何這麼特別 他是有文獻記在葡萄酒的發源地區 高加索區 這個區 除了他之外 還有亞美尼亞 但是因為亞美尼亞 就保留不到 很多被摧殘了 格魯吉亞 不知道為什麼 經歷過 鄂圖曼也好 奧空也好 成吉斯安也好 俄羅斯也好 他都保持到他幾千年的一些文化產物 這個就很矜貴了 他最遠是可以推索到 七八千年 大家都不太相信 說著 五六千年 六七千年 七八千年都很厲害 他已經過了青銅時代 是不是堅定流 是堅定的 因為他真的在一些 釀酒廠的為止裏 做過一些碳十四實驗 發現到他的酒具也好 或者葡萄的酸也好 找到幾千年 幾千年 已經打爆了所有法國意大利 他是歷史最內的釀酒國家 釀酒是否代表好呢 不一定 但是 有很多故事 很有趣的故事 幾千年前怎麼釀酒呢 釀酒方法 就是把葡萄加酵母菌 會經過發酵作用 就變成酒精 二氧化碳 熱度 這樣 需要糖粉和酵母菌 在哪個器皿那裏呢 現在的發酵通常都有肛 大家記不記得 有肛或木桶 肛就更容易清洗 以前沒有肛 以前木桶也未必做到 那怎樣呢 這就有點像我們熟悉的陶瓷 各位朋友 所以 這個就叫做陶肛 這個就叫做cravy 你看這個人多招職 現在就不是很多 只有四五個叫cravy 的工匠 繼續做 這個缸要搞幾個月 不斷噴啊 燒啊 敲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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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格魯古代的開箱文 就是 一開 不可以喝的 那就糟糕了 擺半年啊 你怎知道裡面發生什麼事 是好考功夫 現在 繼續用cravy的酒 這是他們引以為我的傳統 但不是很多人這樣做 因為太難太煩 太高難度 格魯吉那 都是只有一成人去養的 而能夠釀出漂亮的cravy酒 就是高手中的糟糕 我的Live 當然就是cravy釀的酒 然後這一瓶 Vinotera的酒 亦都是在cravy裡面釀製 cravy裡面的酒有多麻煩呢 我們看看Cavin好示範一下 好嗎 好 好 我們去教教教的時候 當然有參觀酒廠 酒廠裡面也會見到cravy 他就會給你示範 叫你幫忙 自己洗兩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天天做 早晚這樣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發酵 你要把下面的反箱倒閉 發酵完之後 就用石子 吞著它 就是這樣 好 所以呢 很難的 是很難做得好的 不要熱 所以各位朋友 我知道市面上 有很多都是由教育家的酒 其實香港所有的教育家的酒 其實我都 久之久成 不是都知道了 我只有這樣說 cravy 酒不是每個人都適用的 是可以好參差的 因為不容易 所以不要以為cravy 酒一定好喝 不要以為cravy 酒 就代表格陸吉亞最美的酒 千萬不要這樣想 其中在cravy 裡面 因為實在風格太狂 很多其他地方接受不了 有一位人 就叫做 Gogi OK 左下角 這個 這個 這個叫Gogi 或者George 他就是 將格陸吉亞酒 帶向 現代的酒世界 其中一個人物 OK 他就做很多 比較 mild style 一些 譬如喝慣西歐的酒 都接受到的cravy 酒 其實方法是用平衡 cravy 酒的特別 就是把連提子皮和核框 都放進去發酵 所以味道極濃縮 甚至覺得很粗 甚至覺得很粗 令到那件事 mild 很難 我懂得做 我去釀酒 所以這位叫Gogi Dukesvili 這個家族 就叫Dukesvili 一個家族 都是很有知名度的釀酒家族 而這支Vinotera 正正就是Gogi 做釀酒師的時候 而這間莊 Vinotera 和Shootman 是同一間莊 合併了 和Shootman 是同一間莊 同一間莊 合併了 的Vinemaker 以前就是這位高傑 現在就是他的兒子 就是這位 Tamuri Tamuri 大家經常看我的節目 有一個Tamuri 你說不是 Live 沒錯 Live 都是Tamuri 手筆 OK 所以現在想嘗試大師的作品 就是這個 去年份的 不是Shootman 就是這個 Vinotera Vinotera 2009年 就是陳年了12年左右 你看到我有兩隻 我有兩隻 一隻 就叫做 Selection Subprofit Selection 一隻 就叫Unfilter 有何分別呢 Selection 他們是用老鼠 龍老鼠 老實說 新手 我覺得未必喜歡 它是像什麼呢 像舊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喝過舊的酒 舊的酒 有時就是 它的結構可能會變薄了 那味沒那麼濃 酸度會出一些 抗蜜味會出一些 變化長很多 但是 努力會很快 這些是比較 喜歡喝 就是喜歡 我喜歡炭舊酒 我喝過很多酒 我不是要追求那種 只是味覺衝擊 我想感受之酒的 Style 那你就會喜歡Selection 但會飄忽一點 沒有那麼濃味 Unfilter 就是它沒有過濾 其實就是很勇敢 你想想 它在Clavery 釀酒 釀出來 那件事是逐到不堪的 它這麼有信心 它沒有過濾 它有很多信心 它原汁原味的酒 是可以見得人的 可以給你喝的 而這瓶我是非常喜歡的 這兩瓶都要賣480元 480元 特別之處 第一 它當時是教育家的酒 陳年教育家的酒 陳年的高質素教育家的酒 然後是高潔養製的 我覺得是值這個價錢 OK 我忘記說享用 Sorry Saparafi的享用方法 一開就能喝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 需要理會 襯東西吃方面 Saparafi 襯東西吃 其實就是 一般紅酒襯東西都可以 沒有什麼特別好 或者什麼特別不好 因為它果味濃 結構夠 酸度也夠 所以豬牛羊都沒有太大 也沒有太大問題 Saparafi 不多洗brief 一開五分鐘都可以喝 Mukosani 有木桶 久一點 15分鐘 Unfilter 和Selection 根據大家收集的情報 平均半個小時至九個字 這麼久 所以這瓶不是被你搶的 是慢慢的 OK 兩瓶都很特別 但是Unfilter 我覺得是更 Selection 就是試老酒 它的珍貴度是用老的葡萄 Unfilter 就是原汁原味 在一瓶酒裡 OK 這些就是舊的酒 還有巴德光尼 巴德光尼 所以 由於 由於他酸度更加 漂亮一點的關係 所以他是 怎麼說呢 趁食 都趁 他可以變化 長久一點 所以你趁了一頓飯 都可以 例如你吃飯前 都可以 KC博士 對得很快 雖然你知道他也照對 這些就是舊酒 這些是舊酒 接下來 就趕身酒 OK 看看有什麼網友的評論 丹寧重不重呢 是可以貶易或者是好的 丹寧其實是來自 或者是木桶 你可以當是一個 他和酒精都是一個 酒的結構 或者是保護著 因為丹寧是抗氧化劑 人們說怎麼喝紅酒 抗氧化 他抗氧化 你當是一個保護膜 你當丹寧是一種酒的保護膜 保護到他慢慢的成長 你現在啪他的保護膜 那是不是不好吃 你當是花生衣 怎樣令到保護膜 沒有那麼難喝 就是讓他和空氣接觸氧化 所以如果做得漂亮 丹寧會慢慢的柔和 經過年份慢慢的柔和 柔和 所以為什麼有些新的意大利酒 或者波爾多酒 這麼難喝 我個人覺得 就是因為他太新了 丹寧更硬 何謂丹寧的味 你有沒有喝過普利 不是 叉的普利 不要用普利 普利其實很滑 一些叉的茶葉 很粗 很粗 或者是一些 有什麼味道是丹寧的 粗粗的 厚厚的 狂狂的 那些就是丹寧 如果你說丹寧 一定重 是一定重 但是 他們就不會讓到你很粗 很少教育家 就很粗 做得差一點 比如我介紹這幾個酒 其實開完之後 等他和空氣接觸 那個丹寧的味道 都不會特別重 怎樣開始這個 格勞加拿酒 business 嘩 真是 怎麼說呢 你不介意聽我繼續說 繼續說的 太惡 先喝壇酒 好 因為上次 當Case博士加持了那些酒 反應相當之好 那就沒有什麼貨 所以唯有試另一款 類似的 類似的 即是你又想試一下 試一下喝完之後 又會不會沒有什麼貨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早一點開 還有等逢同學 先賣一些廣告 這瓶就是格勞加拿的葡萄酒 上次和今次有什麼分別呢 上次那瓶就放了少許木桶 這瓶沒有放過木桶 更加就會是 完全反映果實的味道 但是有些朋友會覺得 沒有木桶的味道 就像果汁 我們就讓博士品評一下 看看今次有沒有上次的效果 我哪有夠支架 我哪有夠支架 你這麼豐富的內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題字當然是 格勞加拿的Subparathy 有興趣當然是 可以WhatsApp小弟 這瓶也是 果然很離不扭 對 沒錯 我們絕對不只賣酒 我們有什麼賣呢 我們有同件健康產品 利煙聰制 嘩 吐文 還有有 Wearger Finance 10萬訂閱 感謝祭 的紀念堡 記事堡 OK 越來越少貨 所以大家有興趣 快點訂貨 還有什麼賣 什麼 賺錢這麼多 賺錢這麼多 你沒辦法 我們為了Shift 對媒體的營運 我們也是媒體 OK 那你怎樣 當然不是 嘩 加拿出來買 哈哈 就是這樣 頂住雞頭 我們有利煙聰劑 有格魯加的葡萄酒 還有記事堡 OK 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格魯吉 這個 Georgia 非是喬治亞州Georgia 這個在東歐的Georgia 沒有 因為它很長 你這樣告訴我 這個市場是你的市場 是 你多浸給我 我也是這樣說的 我可以 這瓶也不錯 喝光 你也不錯 你也不錯 你是買 買你那些 格魯吉 那些 就可能 都可以數碼 都可以 你也是數碼 都不用上來付錢 那你這個 那你這個 講得很容易 那你金融 也是一個數字 是 知酒 哪裏買這個 Whatsapp 小弟 直接買 93106393 Whatsapp 小弟 OK 想知道KG博士 喝什麼酒這麼開心 或者查詢其他 格魯吉拉葡萄酒的詳情 用這個QR Code 或者Whatsapp 93106393找我